我们来关注乌克兰局势 俄国防部发言人克纳申科夫19号通报称 在东部战线俄空天军过去24小时使用高精度制导武器 对敦涅茨克地区乌军多个目标进行集中打击 在南部战线赫尔松地区俄军打击乌军装甲车辆 并击落了一架乌空军苏-25飞机 在扎布洛热摧毁一座用于维护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的车间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保称 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了多次空袭 乌军则对俄军多个据点弹药库等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 乌克兰南方作战指挥部表示 乌方破坏俄军修复安东诺夫斯基大桥的努力 同时打击了俄军运送武器装备的波船 从19号起波兰 立陶宛 爱沙尼亚和拉图维亚 这四个月 俄罗斯接壤的欧盟国家开始对俄罗斯人实施入境限制 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驻布鲁塞尔记者郑志稍早前传回的报道 与俄罗斯接壤的一共有五个欧盟成员国 他们是波兰 芬兰 立陶宛 爱沙尼亚和拉图维亚 从19号开始除芬兰外 其余四个国家都停止向俄罗斯公民发放深蹲签证 并拒绝持有深蹲签证的俄罗斯普通公民入境 上述四国是在9月8号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上述决定的 这些国家表示 做出此项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不过俄罗斯公民出于人道主义的入境 不再四国限制之列 此外 立陶宛对俄罗斯外交官从事货运行业的人员 拥有欧盟居留许可人员以及欧盟公民的家庭成员开了绿灯 允许他们正常入境 在是否限制俄罗斯普通公民入境问题上 欧盟内部一直存在较大分歧 尽管与俄罗斯接壤的大多数欧盟国家支持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 但德国 法国等国都表示反对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此前也表示 不赞成停止向所有俄罗斯人发放签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也指出 对俄罗斯公民实施签证限制不是好主意 希望这样的限制在俄乌冲突结束之后被取消 对于上述四国全面限制俄罗斯普通公民入境的做法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此举也会令欧洲人的处境更加艰难 他还暗示指出俄罗斯正在考虑可能的报复措施 俄罗斯外交部19号说 俄方已准备好与美方讨论交换在押人员事宜 但美国驻俄大使馆迄今未通过外交渠道与俄方保持沟通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俄方多次声明已准备好与美方谈论换求事宜 但美国驻俄大使馆没有履行应尽职责 却忙着与媒体打交道 俄方多次表示 美方借助扩音器外交无助于换求谈判 敦促美方与俄方直接会谈 针对俄方上述说法 美国大使馆尚未作出回应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政府希望实现一换二 即释放在美监禁的俄军火商维克托布特 以换取在俄被监禁的美国女子篮球运动员布兰妮格里纳 和海军陆战队前队员保罗惠兰获释 俄方则打算二换二 争取再释放一名俄公民瓦继姆·克拉西科夫 格里纳今年2月从纽约飞抵莫斯科时被拘留 警方在其行李中发现含大麻油的电子烟 俄法院8月裁定格里纳持有和走私毒品罪名成立 判处9年监禁并处罚金100万卢布 惠兰2018年12月在莫斯科被捕 俄一家法院2020年6月裁定她犯有间谍罪 判处16年监禁 布特2012年在美国被判25年监禁 罪名是非法售卖至少数百万美元的武器 克拉西科夫去年12月因谋杀罪名 在德国被判处终身监禁 近期受能源危机和供应瓶颈影响 德国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处理订单的速度异常缓慢 当地时间19号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德国7月工业订单的积压数量已创下历史记录 最新数据显示 7月份德国的订单积压量环比增加了0.7% 与2021年同期相比暴涨12.6% 创下了2015年开始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 其中来自国外的订单积压量环比增加了0.8% 而德国国内的订单积压量则环比增加了0.3% 对此德国联邦统计局专家指出 造成订单积压的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高企和供应瓶颈 德国衣服经济研究所的最新调查结果则显示 德国7月份有73%的企业存在供应瓶颈问题 与此同时数据显示 7月份德国新工业订单数量下降1.1% 销售额下降了1.8% 订单积压的时长达到了8个月 这意味着即使没有新订单 德国企业理论上依旧需要8个月的时间 才能处理完现有订单 而一些货物制造商的订单处理时长 最多需要约一年 经济学家警告称 德国制造业不能依赖积压的订单 因为已经下达的订单也可能被取消 而在能源危机与供应链问题的综合作用下 德国冬季或仍将陷入经济衰退 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19号宣布 德国总理舒尔茨将从24号起 开始对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三国 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能源合作是他的首要议程 一个高级商业代表团将随行 同一天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透露 舒尔茨预计将在25号访问阿联酋期间 与阿联酋签订液化天然气供应合同 另外德国也会争取在今年冬天 将两个在建的液化天然气 接收终端投入使用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 德国的能源供应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能源短缺带来的负面影响 正蔓延到各行各业 下面我们就随着记者的镜头 看一看德国的农场受到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克姆利兹农场距离柏林约100公里 这个农场主要出产牛奶和玉米土豆等作物 特尔诺是农场的经理 电费高涨的问题让他感到忧心忡忡 随着冬季取暖高峰到来 德国的用电量将大幅提高 还有机构警告冬季可能出现电荒 德国城镇协会警告说 冬季可能出现局部停电 特尔诺最近正在和电力公司协商 打算自建光伏发电系统 以备不时之需 困扰特尔诺的不仅仅是电力 还有柴油 克姆利兹农场每年销售额大约为400万欧元 农场每年耗油约12万升 从去年到现在 随着德国柴油价格的上涨 柴油支出对这家农场来说 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另外由于天然气供应中断 以及德国决定对天然气征收附加费 天然气变得非常昂贵 而唯一一家生产氮气的工厂 也已经停产 这意味着农业中最重要的氮肥 将无法及时生产 特尔诺说 目前的氮肥价格已经是去年的四倍 他预计如果天然气 还是一直处于短缺状态 明年的化肥产量将会大幅下降 进而农产品的产量将大幅下降 雪上加霜的是 除了能源困境 德国已经连续五个月的通胀率高达7% 超市里的物价已经涨了一轮 不过特尔诺认为物价还会继续上涨 为了弥补成本上造成的损失 特尔诺已经上调了部分产品的价格 特尔诺说 随着危机的持续 能源化肥等成本继续升高 作物的价格也会上涨 并最终转嫁给消费者 在德国因为能源短缺受到影响的远不止农场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 由于受到天然气价格高企等因素的影响 德国目前出现了碳酸原料短缺 致使当地啤酒生产受到影响 软饮料和啤酒生产离不开碳酸 碳酸的形成需要利用化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二氧化碳 与往年不同的是 受俄乌冲突和对俄制裁的影响 欧洲国家天然气价格飙升 导致利用天然气生产化肥的企业不得不大幅减产 二氧化碳的产量也随之大幅下降 据悉德国啤酒生产商和灌装商 目前可用的二氧化碳总量 仅为以往的30%至40% 无法生产足够的碳酸 喜欢喝啤酒的德国人 接下来可能几个月不得不减少啤酒的消费量 19号 西班牙工业贸易与旅游大臣雷耶斯·马罗托表示 如果今年冬天有必要 西班牙可能考虑强制能源密集型企业 在用电高峰期关闭 他在接受当地媒体参访时表示 受影响的企业将会获得政府的经济补偿 停工的选项摆在桌面上 但目前没有必要这么做 他表示 西班牙的能源供应在今年秋天和冬天都是有保障的 路透社报道 许多欧洲国家今年冬天面临潜在的天然气短缺 进而也会影响到燃气电厂发电 受俄乌冲突的影响 全球天然气价格涨幅持续走高 近周九月 土耳其也再次上调了天然气价格 多行业受到影响 业内人士指出 能源成本的上升将会拖累多国经济发展 而不断煽风点火 导致俄乌局势失控的美国等西方国家 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来看总台驻土耳其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俄乌冲突爆发后 全球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 像土耳其这样 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 也持续受到影响 九月初 土耳其再次上调天然气价格 土耳其今年以来 已经是第三次上调了电力 还有天然气的价格 其中工业用气价格上涨幅度十分的惊人 光光这一次就上调了50.8% 而这对于很多能源消耗大的 生产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因为生产需要消耗大量天然气 土耳其最大规模的燃气设备生产商 今年第二季度利润比预期下降了一半 土耳其担忧 就目前形势来看 土耳其天然气价格恐怕还会继续上调 未来公司运营将更加艰难 业内人士也指出 如果生产成本持续攀升 土耳其许多严重依赖天然气的小规模生产企业 恐怕将面临停工停产 甚至倒闭的风险 土耳其认为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全球多行业之际 俄乌冲突的爆发 进一步重创世界经济 而不断煽风点火 导致俄乌局势失控的美国等西方国家 对此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俄乌冲突爆发至今 外议效应持续 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却希望冲突持续 以此拖垮俄罗斯 并不断对俄实施制裁 土耳汉认为美欧等国不仅不能达到目的 还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俄乌冲突爆发后 欧盟出台多轮对俄制裁措施 俄对欧能源出口骤降 欧洲各国能源价格飙升 德国政府16号宣布 暂时将俄罗斯石油公司 在德国的两家子公司和三座炼油厂 交由德国能源监管机构托管 德国总理舒尔斯称 这是确保德国能源供应的重要举措 在欧洲社会能源恐慌状态下 德国此举有何考量 俄罗斯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我们来听一听本台特约评论员 腾建群先生的分析 9月16号 德国政府宣布对于俄罗斯石油公司 在德国运营的两家子公司和三家炼油厂 进行托管 托管期为6个月 其实德国政府采取托管这种措施 有两方面考虑第一方面还是要保证德国能源安全 另外一方面还是要显示德国在对俄罗斯制裁方面 特别是在能源制裁方面的立场 从德国来说的话 他要表现出这种坚定的政策立场 也是一种政治的需要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看的话 其实在欧洲爆发以后呢 能源一直是俄罗斯反制 欧美国家对他制裁的一种重要的手段 他采取的措施呢 是大棒高高举起 轻轻的放下 甚至呢 我们把它说为 关门流放 他并没有一下子完全停止 跟欧美国家的能源合作 那么更多呢 是希望借此呢 来达成两目标 第一个呢 继续保证 俄罗斯能源导向型的这种贸易活动呢 能够顺利的进行 为俄罗斯呢 赚取这个硬通货 这是一点 它是一个商业利益考虑 第二方面呢 那么利用能源作为武器 来分化瓦解 欧洲阵营来抱团 一块打压俄罗斯的 这种行动 就使得俄罗斯不断的 急大棒 轻轻放下的 这个能源政策 或者反制政策呢 达到了一定效果 所以俄罗斯来看的话 他现在心心满满 所以不管是德国采取 什么样的托管措施 我觉得俄罗斯呢 还会采取相对应的对策 或者手段 比方说我们现在统计的话 德国在俄罗斯 现在有直接投资的话 大约在240亿欧元 包括大众公司 包括西门子公司 如果说俄罗斯政府 同样也采取 对这些公司进行托管的 这个手段或者措施的话 那其实对于俄罗斯 对于德国来说的话 都是一种两败俱伤的结果 所以从俄罗斯角度来看 他手里还握有一定的牌 可以跟德国一拼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种杀敌1000 至上800的政策 不管是对俄罗斯 还对德国 都是难以利好于双方的选择 近日美国高盛集团 发布研报